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觉得不幸福的原因就是 他可能会老了之后会比较孤独 因为我个人喜欢孩子嘛 所以就觉得没有孩子 人生会少了一点什么东西 出现那种新闻 不是会经常说老了 可能在家里面去世了多少天了 也没有人发现的那种 就觉得有点惨吧 我觉得吧不嫁人的不贵幸福 可能是缺乏一种信任感 有个婚姻起码有个保障的部分 去年的时候我有个朋友 他是第四次被劈腿 然后就之前有过几次的 女朋友出轨的经历 所以他对女朋友追得非常的紧 甚至到了就跟踪他回家的地步 就让女方觉得特别的不能容忍 他可能女方本来并没有什么感觉 但是你这样子对他逼迫他 就反而导致他的出轨 就一个信任度导致的感情 不太顺利的一个烈子 我觉得不会吧 对于女生来说 女生肯定是在20岁到30岁的时候 很受欢迎嘛 这个时候她觉得哪怕没有人陪伴 身边有很多追求者 她会觉得很幸福 但是你再过几年 身边也有到了30岁左右的朋友 哪怕之前20多岁的时候想着 哪怕一辈子不结婚也没什么 但是30岁的时候为了家庭也好 为了自己也好 她们都会想去结婚 所以我觉得如果终生不嫁的话 我觉得她们的人生还是会有一点缺失的 肯定还是会 对于女生来说还是会不太幸福的 我觉得一个人自己也会很开心啊 看身边的朋友谈恋爱就很烦恼 男人比较花心 没有不偷心的猫 最渣的事情 打她 觉得她带了男人回家 对 但其实没有这回事 那个男生不信任那个女生 但是后面证实了是没有的 就非常过分 幸福是自己的一种能力 自己也可以过得多姿多才 不一定需要另一半 我感觉应该会 宁愿找一个自己最喜欢的 都不要找一个凑合的 她已经不给我发消息 基本上跟普通朋友 已经没什么区别了 自从我做完手术 那次就彻底伤心了 上手术台的一瞬间 感觉有她跟没她一样 她就只是说了有人陪你吗 最后照顾我的还是我的家人吧 然后我就提出分手了 你一个人的话 做什么事情你都很自由 想干什么干什么吧 会幸福啊 因为找一个人 就是为了让自己过得更幸福 如果找到那个人 带给自己的是痛苦 而不是幸福的话 还不如不找 欺欺不用转账 过程是不用破费啊 男生嘛 他生气了就打死不低头 永远觉得自己是对的 你要哄我 大男子主义 因为很多事情都会 都是因为打游戏 他浪费了时间 我觉得你占用了我的时间 所以就产生了矛盾 然后会分手 有你更好 没你我也挺好的 会幸福 因为我身边大龄少女很多 但是她过得都挺好的 经济独立 事业独立 一个人在外闯 然后想去哪儿玩去哪儿玩 我刚分手10天 她在我身边 但是我们两个有话题 放下回家的时候 她不喜欢打电话 感觉像失恋了一样 就到最后一刻就蹦了 分的时候我是在火车站 她说您再看我一眼 然后我就跟她们再看一眼 然后后来检票我就走了 说实话对婚姻有点恐惧 喜欢你是真的 不爱你也是真的 生活不光是只有爱情 你还有很多别的快乐的事情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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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